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上周我们提到了 教宗方济歌于2019年的9月30号 圣热罗尼陌圣诗纪念日 清定每一年的常年节第三主日 举行天主圣言主日 我们应该隆重庆祝圣言主日 好能重新发现天主圣言的救恩意义 圣言也将带来智慧和喜乐 今年1月24号天主圣言主日 教宗方济歌由于坐骨神经痛 而无法主持原定的主日弥撒 改由圣座促进新福传委员会主席 菲西凯拉总主教代替主持 并宣读教宗的讲道 教宗在讲道词中 热切地欲请信友们 阅读圣经 从对生命孤独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不要远离天主和周遭的人 谨记没有一个人不在天主的心中 教宗指出 天主的国灵静了 我们与天主和他人保持距离的时代结束了 每个人只想着自己并独自前行的时代结束了 那些经历了与天主亲密关系的人 无法与他人保持距离 也不能冷漠地远离他人 教宗说 生命不是要保护自己免于他人的伤害 而是要因天主关怀之名 与他人相遇 耶稣所拣选淳朴的渔民 日以继业 自给自足 他们只是平凡人 不是圣经专家 他们生活在各种人 民族和文化混合的地区 耶稣没有以高深 而又难以气急的道理吸引人 而是依照他们的生活方式说话 圣言 如同耶稣向我们说话 祂是天主 写给我们的情书 讲稿最后 教宗叮嘱我们 让我们常携带福音书 放在口袋里 让他在我们的家中 占有一席之地 关到电视 关掉手机 把福音书放在一个 可以每天提醒我们打开的地方 希望在一天的开始和结束时 阅读福音 以便让我们感受到天主的亲密关怀 并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 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 教宗方及格元月27号 在宗座大楼的图书馆 主持周三公开借鉴活动 以祈祷为核心解释说 祈祷能以圣经的一个段落为起点 当作与天主相遇的场所 教宗道出了所有信徒 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 那就是已经听了许多次的一段圣经 有一天突然向我说话 照亮我所生活的处境 我在那一天 在那里与这句圣言会合 但是我们不能把圣经当作工具 利用圣经来肯定自己的哲学和伦理观点 却是应该盼望 是一次的会晤 我们通常也会诵读圣经 是让圣经来解读我们 在这个或那个人物 这个或那个境遇中识别自己 乃是一份恩宠 教宗指出 圣经不是为泛泛的人类而写 而是为我们 为我 为你 为有血有肉的男女而写成的 这些男女 有名 有姓 就像我和你一样 充满圣神的天主圣言 一旦受到敞开心门的接纳 就绝不会让事情同从前一样 某些事情会改变 这是天主圣言的恩宠和力量 接着 教宗特别谈到一种祈祷的方法 就是圣言诵道 它产生于影修院内 如今也在唐区盛行 他先是用心诵读圣经的一段经文 以听从经文的态度 去理解其本身的含义 然后进入与所诵读的话语交谈 予以默想 询问自己 这些话对我说了什么 最后还有一个目光的时刻 只需要在静默中 与天主情人对视 便已经足够了 透过祈祷 天主圣言居住在我们内 我们也居住在他内 圣言激发良好的建议 并鼓舞行动 赐予我们力量和宁静 即使我们处于危机 也赐给我们平安 在不顺遂和困惑的日子 他使我们心中充满信赖和爱 免遭魔鬼的攻击 教宗最后指出 圣言在基督徒生活中 是多么重要 圣经是取之不尽的宝藏 上主一定会让我们 借着祈祷 从中汲取的越来越多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